C N G C N G C N G 哈囉 歡迎收看收納達人 我是收納達人 廖哥 你是不是覺得對於收納感到很困擾 你覺得盡理處、盡理廚房 店舖都很麻煩 這樣你一定要看這個節目 今天就教由廖哥我教你怎麼收 收納不是只有收好而已喔 動線也要考量進去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廚房空間吧 我們來看看啊 廚房大家會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要教大家一個觀念 首先呢 東西的順手度很重要 這些給西呢 你放的好的話 主菜就不會卡卡的更順暢 那第二呢 就是所有的東西最好是依照它的使用頻率 來分 比較常用的 你可以放在比較順手的地方 那依照它的遠近 你就會更好拿取喔 欸 你們有看出這個廚房 有哪裡需要收納的地方嗎 看不出來沒關係 廖哥一一告訴你 首先呢 你有看到很多這種煮湯的啊 炒菜的啊 剪刀啊等等 這些東西呢 其實它有更好的擺放方法 還有動線調整喔 將將 你看完成了 有沒有發現啊 本來它的刀子 是掛在這個S掛鉤上面 很危險 那我用了這個架子把它放上去之後 除了解決收納的問題以外 它還多了一個功能 可以掛鍋蓋 所以這樣子就變得更方便 那另外就是它在炒菜的這個位置呢 我們把它最常用的這些鍋鏟之類的 離它近一點 炒起菜來更方便 還有呢 原本它在這個檯面上 這些瓶瓶罐罐 佔據了它操作台的位置 我覺得很可惜 那把它拿上來之後 一目瞭然 而且像這種 消水果的小東西 原本它放在上面的地方的時候 還要這樣子拿很不方便 那離現在這個水槽更近的話 更方便 更順手 原本的這些餐巾紙呢 它其實是放在前面靠近火源 很危險 我們把它拿過來 解決了它的收納問題以外 單手就可以直接撕 很方便喔 那另外就是這個砧板 它本來其實是掛在比較裡面的位置 不好拿以外 很卡 我們把它拿出來之後 變得更順手 更方便了 那看了這麼多瓶瓶罐罐 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需要改造的 大家應該想得起來是哪裡吧 就是廁所 帶你們去看看怎麼改造囉 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雖然有收納架 可是卻沒有好好妥善使用的情況下 讓很多東西都擺在馬桶上 現在我就要好好的改造一下 將將你看收納完之後 所有東西一目了然 我們要拿也是很方便喔 大家是不是很擔心 像這種比較老舊的瓷磚啊 會有很多裂痕 很怕這樣子的東西會黏不住 對不對 不用擔心 因為呢 有了這個輔助膠片的話 它可以讓粗糙啊 或者是凹凸的牆面 有了它就可以黏得更牢固喔 原本放在馬桶上的衛生紙呢 我們把它黏貼到這邊之後呢 它可以很輕鬆的抽取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置物空間 不管你是上廁所要用的濕紙巾啊 或者是手機等等 都可以放在上面更方便喔 大家一定會想 如果不小心貼歪了怎麼辦 其實像這一款呢 它可以重複黏貼 而且如果你想要換位置 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今天廖哥啊 教大家怎麼收納廚房跟浴室以外 我覺得順手 好收好拿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無痕的收納商品 它可以大大提升 你們家的生活品質喔 我覺得加爾式的東西真的很好用 第一就是它的黏貼性很強 然後承重力也很夠 而且還可以重複使用 非常方便 上面有著名就是 它其實可以承重15公斤 真的地震來也不怕 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